特斯拉机器人能拿鸡蛋蹦迪 特斯拉发布了一段视频 展示了对其名为Optimus的人形机器人原型所做的改进 在视频的最后 两台机器人在闪烁的灯光下随着电子音乐轻盈起舞 人形机器人是特斯拉开发人工智能AI的尝试之一 利用训练有素的神经网络来执行基本任务 在最新的演示中 特斯拉表示已将Optimus的重量减轻了10公斤22磅 并展示了机器人灵活拿起和处理鸡蛋的过程 撑其所有手指都有触觉感应 在今年9月的另一段视频中 Optimus能够按颜色对积木进行分类 Optimus仍然是一个开发中的概念 一年前出亮相时还给人平平无奇的观感 当时需要特斯拉的工作人员将原型机移到合适的位置 最新的视频还显示Optimus在特斯拉工厂内行走 附近停着Cybertruck 它还能在健身房内坐深蹲 特斯拉在其网站上表示 这款人型机器人的目标是替代人类执行不安全或枯燥的人物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